來,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來分享一下這台是Honda Civic的9代 這台在KT安裝的數量就還蠻頻繁的 尤其是在桃園,我們桃園的葉大俠那邊 有Civic 8代、9代,庫存應該都有現貨 然後那裡也有實車可以做試乘,可以做比較 所以這台車KT的銷售狀況還特別的好 那今天一樣要介紹的是這台安裝的是道路版 那原來車主已經有改裝其他的品牌 那今天不是要探討其他的品牌 今天主要要跟各位來做分享是 每一間所設計的調整機構或者是後彈網 是會不同品牌,它有不同的差異 像KT的話設計的這個調整機構的話 在上橡皮的部分的話就不需要沿用原廠的 KT的話有附一個模型的橡皮 因為這個設計的話每一間設計都不一樣 這個品牌設計的也還不錯 但它配置的彈簧是7公斤的規格 KT的話是175長6公斤 相對來說外徑比較大 然後公斤數低了1公斤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好,那KT的設計的話 上方的話有一個模型的橡皮 那一個模型的橡皮 就可以取代這個原廠的橡皮 這個設計也還蠻細膩的 它做了一個閃,閃避的閃角 可以躲過這一個原廠的彈簧扣具 這兩個扣具,這個是彈簧的指點 這個是扣具 所以它的安裝上要需要特別注意 所以要閃這兩個地方 那這個店家之前安裝也還不錯 都有照這個品牌設計的一個方向 去做閃避 這個是後方的話是配置7公斤的規格 然後前面的話 請你看一下 11.5公斤 這個應該是8公斤的 這個品牌的話配置的是前8公斤 後期是屬於比較近跡一點 那這一台應該裝滿久了 像這個就是還蠻典型 它的上座已經損壞 這個上座KT的設計 跟這個設計也差不多 它裡面有一個軸層 那一個軸層的話 它算是消耗品 八代、九代 經理最常分享的就是 它的上座是在前擋玻璃的下方 所以如果常常車子是停室外 或者是說停的地方 像基隆常常在下雨的話 這個上座就比較容易會有水氣進去 所以它的上座的軸層的壽命 相對來說就會短一點點 所以比較建議的方式 就是我們每隔三到六個月 在這個上座裡面 我們把它補上一些耐高溫的黃油 高狀的黃油 讓它的這個軸層 能夠壽命能夠再長一點點 那這個軸層怎麼從 怎麼判斷它的狀況是好是壞 看這個間隙特別大 這樣不曉得看不看得出來 可以 所以當它軸層出現間隙之後 它的上座再轉向 就容易會有異音 而且這個間隙那麼大 遇到坑洞的時候 應該也會有一個異音的狀況 所以它操控上也會比較模糊一點點 這個間隙這樣算蠻大 應該使用一段時間的 你看這裡有一個繡痕 就可以代表 這個上座就跟剛剛經理說的 它是還蠻容易會有生鏽的狀況 那其實這個不是品質不好 這個是缺乏保養 我們在使用上的話會建議 我們上面的話多塗附一點黃油 這個是這一邊的狀況 另外一邊是不是也一樣 另外一邊也是損壞了 這個間隙還更大 應該拍得出來 應該拍得出來 這個間隙感都還蠻大 所以這個就還蠻正常的一個使用壽命到了 該做一個鈦換的狀況 這個應該不是漏油 應該是底盤有其他零件 油屋有弄到這裡 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聲音在門久了 這是後方的筒身 那我們來看一下裝上去KT的 最主要要比較的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KT的設計 有可能有不太一樣 那這一條彈簧它比較細 然後KT的後彈簧 來注意看喔 剛剛的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 KT是不是拉得比較開 好拉得比較開 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所作動的行程 這個範圍的話 會做得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相對來說 這一台這個彈簧 都一模一樣的配置 可是這個彈簧一定就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因為它的外勁 外勁變大 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 拉得比較開 所以就會比較舒適一點 公斤數也降了一公斤了 所以這一台如果後方 用這條彈簧的話 對舒適度來說還蠻有感的 因為一般像這種單筒式的避震器 很多的車主會詬病的就是 單筒可能比較沒有那麼舒適 其實只要主您配置的正確 彈簧選擇設計的方向是OK的 那其實在操控跟舒適當中 是可以取得一個不錯的平衡點 好 那這一個是後方調整機構 鏡頭留下往上照 這個調整機構KT有附一個 這一個橡皮 這個橡皮 下橡皮的話 不論剛剛那個品牌的設計 或者是KT的設計的話 都是要沿用原廠的下橡皮 然後車主原先就已經有改裝了 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這個是Harris的 它的也有這個固定架 也都做得不錯 有這個固定架就要注意 這個是要裝在副架邊的 是在右邊的 如果裝錯邊的話 這個是沒辦法固定的 因為另外一邊是沒有做這個實架的 這個是桶身 桶身的上方可以看到KT的防塵套 做得特別的長 其實軸心最需要保護的地方 就是防塵套裡面的這個銀色的活塞感 這個活塞感的話 萬一我們行駛當中 有石頭去噴溅到讓它軸心受損的話 它就有可能會把 桶身裡面的主鈴油 一點一點一點的帶出來 最後就會有漏油的狀況 所以桶身的話 KT所使用的防塵套 有做一個加長 然後可以保護住軸心最需要保護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是KT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 那在軟硬度調整的部分 CIVIC 8代跟CIVIC 9代 它的調整都是在我們內飾板 把這個內飾板往中間折之後 在裡面就能調到後面的軟硬度了 那記得喔 左邊跟右邊調整的段數一定要一致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好像有 好 剛剛有看到有那個安全座椅對不對 好像是推車 是安全推車 其實經理如果看到 有很多的朋友來這裡的話 後座有安全座椅 或者是有硬核推車的話 大概都知道 這個車子的用途 要兼顧到很大部分的舒適度 因為有可能在家人 有可能在小孩 所以KT的設計 其實也還蠻適合 有兼備到這樣的舒適度了 好 前面的避震器 這個離載串 這個是原廠的離載串 原廠離載串經理 之前在介紹9代的時候 有說過了 今天再講一遍 這個前面的CIVIC 9代的離載串 其實它是有分左右邊的 一般來說 離載串的話 不是這個角度 是同一邊 或者是反向的 但是這一台 除了反向之外 它還有做一個角度 所以它的離載串的話 是有分左右邊的 那左右邊裝塑的話 它對離載串的壽命 就有縮短 因為它到了某一個轉向的時候 離載串就會卡卡的 所以離載串的頭 就比較容易會損壞 所以這個離載串 建議 原廠的 會比較好一點 原廠的要記得有分左右邊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這些都是這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彈簧的話 一樣是使用200長7公斤 大圈徑的彈簧 讓它的操控性跟舒適度可以兼備 這台車也有改了這個 這個是Space 輪軸定框的話 視覺上會比較好 然後它的操控性也會比較好 缺點就是 迴轉的半徑會比較大一點點 這台車的前檔玻璃在這裡 前檔玻璃的下方就是上座 所以這個上座的話 記得一定要做一下保養 要做一下保養 它的走成壽命才會比較長一點點 好 KT的用料的話 因為這台我們會把影片放到YouTube 所以這個用料的部分的話 請你再做一下介紹 像是裡面 筒子裡面所填充的主泥油 就好像是我們人體的血一樣 非常的重要 KT所使用的主泥油 是使用義大利IP的主泥油 這個是一整筒 從義大利進口來台灣的油品 所以油品的穩定度的話相當的不錯 在油風的部分 這台車 Honda Civic 9代是日系車 日系車有很多的車友會推崇的品牌 是日本的Tim Tim呢 它的品質相當的不錯 它所使用的油風就是使用日本最大的品牌 NOK油風 KT的話 一樣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KT的品質呢 才能夠一直維持得這麼好 這麼受到車友的推崇 那如果啦 車友們有想要了解KT 實車裝起來 乘坐起來的感覺 到底是如何的話 記得 視訊一下我們小編 可以 我們小編可以為大家來做安排 像好像前 昨天的 昨天 禮拜二還是禮拜三 就有車友 是要試乘KUKA 試乘之後也預約要安裝了 所以如果 車友想要試乘 記得 要告訴我們小編 小編會為大家來做安排 好 以上是今天的一個影片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好久不見